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们一个人 有时候只有自己 不顾念别人 这个不好 有时候太为别人 忘记自己 这个有的时候也有不到 我今天跟各位讲 要有个自己 有四点 第一 我们要有自己的事业 这个 所谓自己的事业 都不一定所谓 工厂 商店 你做鼠里手 也是四点 你教育 教科 那也是四点 你自己的成就你的思想 慧戒 那也是四点 你把家庭做得很好 子女教得很好 这也是四点 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事业 第二 要有自己的兴趣 一个人要培养自己正当的兴趣 比方说 或者是饮用 或者是绘画 或者是脚油 或者是可能 集体的聚会 或者是饮酒 这都是正当的兴趣 你不能没有正当的兴趣 如果你没有正当的兴趣 你就说 就来吃酒 打牌 做很多这种不好的事情 先经历好的兴趣 第三 我们要有自己的工作 有的人 不重视自己的工作 游手好选也不好 光是做一些不务正义的事情 也不好 要有自己的正当的工作 在佛教的八正道里面 就要有正当的事业 要有正当的紧急 这个不能没有正当的工作 第四 要有自己的道德 当然 世间上的道德 公共的道德 是尾巴的 不过最起码的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自己的秘痕 都有自己的一个守着 都有一个自己的道德 你的什么样的道德 比方讲 我以西佛为道德 我以机缘为道德 我以慈禀为道德 我以慈禀为道德 我以佛物为道德 你应该自己经历你一个自我的道德国人 所以我们为歌为民和为人 还是要有一个自己 所以要有自己的事的一 要有自己的事业 二 要有自己的兴趣 三 要有自己的工作 四 要有自己的道德 这可能要有自己的道德 所以我们是这个名称 请不吝点赞 凉 请不吝点赞